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周深现身机场签名,却被反送张颂文的签名照 收到签名照的周深还开心地举起照片合影,简直太可爱了 周深今日机场饭拍图来了,穿着休闲装戴住棒球帽状态也太好了 看到他手里拿住张颂文的签名照这是什么联动啊 话说不知道周深有没有听过张颂文老师唱的听我说呢 这是什么梦幻联动,热心路人你是懂送礼物的 周深还给大家展示,眼镜都笑弯了 看得出来惊讶又开心,一时间不知道该泄墓水了 周深很开心地举起张颂文老师的签名 咱就说这次周深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一张签名 是谁在狠狠地羡慕了 哈哈隔住屏幕都觉得深深好开心 毕竟前些天周深还说到自己有在追剧狂飙 这不也算是梦幻联动了 两位都是可爱的人,都在不同领域闪闪发光 真的有被周深和粉丝的互动可爱到 在机场被反送张颂文签名 这举著签名照开心拍照的样子真的太好看太软弱了吧 咱就是说,万万没想到两个人的梦幻联动是这样的 突然的这梦幻联动 两个人除了缘分 还有周深演唱过张颂文电影《不速来客》电影主题曲《美好的世界》 两个都是优秀的人 周深前段时间的VAR里提到了在追狂飙 今日现身机场就被粉丝送上了张颂文老师的签名照 这是什么梦幻联动 意想不到的交集 不知可否顿一个两位的合作呢 这不巧了 前两天刚在某音刷到张老师唱了《我声》的《听我说》 听得我不想睡 还想听听没有说完的故事 但是想起来人是 这个问题 也许应该不再流浪才对 所以小破球虽然还有好久才能实现目标 但是因为由我相关而行 所以应该能一是有成的 加油吧周深 再重aster观众 如果有今天暗门的话 我去煮掉 随之后 李克里更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